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今晚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关于诸三角经济融合 我很高兴请我们在这方面讨论过好几次的叶启明先生 上次我们也介绍过叶启明先生在理工大学 他先拿了机械工程的高级文份 跟着去英国再拿了屋宇设计工程的试试 跟着就在商科方面拿了工商管理 他在商业方面也跟不同的大机构工作过 还有在中国很多的省份都有相当好的脈絡 今晚我们要讨论关于香港和中国 珠江三角的经济融合 大家都知道这个课题我们都讲了很久 上次叶启明先生也分析给我听 香港将来的经济虽然在董达首当时 他都曾经企图希望在香港内部自己发展 所以有这些数码港、中药港这些构施 但最后大家都看到香港这方面的条件其实都没足够 他自己去做是未足够的 将来一定是要跟中国方面 在经济方面要更加融合多些 好了 现在再请Samson 跟我们再给我们一个大纲 始终很多香港人 很可能对这方面听过一下名字 到底内面真正的构思会怎样呢 或者你可以简单点可以聚述给我们知道一下 好 谢谢袁医生 我今晚准备这个珠三角经济融合 实际上是很热门的话题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 刚刚今天曾荫权和广东省省长王华华 上午才在会展开了一个 月港合作第12次的会议 刚刚我也有看看新闻的直播 这个是相当热门 也是大势所趋的 今晚和各位听众分享 就会看看这个珠三角经济融合 分开四个范畴 首先我们定义一下 珠三角经济融合是什么来的 事实上是香港我们的城市 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 会加上珠江山沐洲另外九个城市 稍后我会详细分析 哪九个城市和地理 市面积 大概的人口 还有经济强项在哪里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 未来经济如何融合呢 实际上这个经济融合 已经说了六七年了 因为刚才袁医生也说了 董建华尝试独立地发展香港 在1997年之后 但发觉是不行的 现在2003年 如果大家找回资料 他在施政报告或各方面的媒体 已经大力鼓吹 这个诸三个融合 但是这件事实上 在他现在看回资料 是直到2005年3月 脚痛下台 是很短的时间 他没有办法搞到 是曾荫权在2005年7月 接手之后 慢慢开始 现在都是几年而已 慢慢都是一些策划 这样 这个稍后会详细分析 怎样是经济融合呢 第三方面是 未来主要的大型基建 我这方面 就是会在香港出发的 实际上这件事上一次都 说过了 上7月22和29 那个探渡香港 未来的经济发展 说过 上一次也有说过 和中国的关系 最后我会伸延 他们有一个叫大珠三个导师 这几方面是相当负挑战性的 我也是可以补充一下 事实上我这几次接受 袁医生的访问 这几次都是一脈相承 是会有关联 是7月22、29号 我们一起探渡香港 回顾60年代发展 到跨世纪、21世纪的经济 接着发觉需要和中国配合 上一次也大概了解了 中国走过60年立国的路程 接着今次 说到香港和中国的关系 最直接 就是我们 在维处的广东省南边 战会和珠三角有一个经济融合 今天他们已经开第十二次会议 又是达成了很多共识 详细不讲了 大家一看新闻 变了来说 这个未来都会主导着 香港的经济发展 对外方面的合作 第一方面 我们真是尝试 走进去真是看看香港和珠三角融合 经常都说这些人 亦都很多香港的人 包括我在内 在过去可能一段时间 十年之前 都开始 或者有点远一点 去上海北京 亦都很多去珠三角找食 讲述一点 对珠三角可能很多的朋友 很多听众都有一定的认识 那我们今天 在第一方面 看看分析一下 香港澳门和珠三角九个城市的经济分析 那哪九个城市呢 我会粗略讲讲 因为广东省 就是因为历史的原因 香港和澳门 成为一个特别人政区 97年和99年之后 实际上广东省 是一个省有17.8万平方公里 它有21个市 详细就不讲了 但是在珠三角的核心 就是近着香港和澳门那里 有九个城市 是比较围绕着这三个 就是工业全部集中在那里 其他偏远的那些 巢关 山头 或者是湛江 茂名那些 我们不考虑了 那九个城市 就是哪几个呢 香港最熟悉的 深圳 东莞 广州 珠海 佛山 惠州 中山 江门 和一些偏远的邵兴 加上两个特别人墅 加上九个城市 实际上大概半个月至一个月 我不记得了 香港也邀请过那九个城市的市长来到香港 就是大家商讨的 就是怎样是经济融合 事实上这件事 我稍微详细 在第二部分说 未来的经济融合 是相当复杂的 那怎样融合呢 搞些什么呢 我只剩下四探 我们首先 或者粗略讲讲 究竟 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人墅 和那九个城市 究竟是 他们的 城市的经济特色在哪里 很粗略而已 香港 大家知道 大概1000平方公里 刚刚宣布了 超过700万人 他现在定位就是 金融 旅游 物流 和一个专业的科技 来到他走前面的 澳门大家都知道 很小而已 28.2平方公里 50万人左右 他的强项 大家都不要小看 赌业 赌业很厉害的 凭着赌业 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超越了香港 当然 其他有些配到服务业 有些工业 制造业等等 但是最主要都是赌业 接着我们看看九个城市 深圳 1953平方公里 大概是介乎800万至900万人之中 常住人口 他的强项 我想最主要是製造业 以及最近发展的股票市场 就是金融方面 这方面在九个城市里面 他是比较突出的 当然 比如有没有人耕田 有的 比如在福永那边 保安那边有很多人 养蚝 或者有些耕地 种种种菜 但是 其实在深圳我熟悉的 在那里都住过 一阵子 那就是 深圳在九个城市之中 是比较突出的 比较突出的 接着就是 我想是东莞 东莞就在深圳之上 面积就是2465平方公里 上积人口大概700万 六百多七百万 东莞最强项就是制造业 他的轻工业 电子业 很多可能其他的 有些化工 当我来坐火车 是一路经过过了石龙之后 不是 过了这个平湖之后 一路一路沿着 在这个堂下 这个 张木头 去到石龙 等等 你都会看到 你都会看到 东莞很多厂 很多厂 他的强项就是 轻工业的 这个製造 那跟着我们 香港的朋友 比较熟悉的就是 广州 广州就是 7,434平方公里 上积人口大概1000万左右 广州是 广东省的省会 最重要的 这个是 他的强项 我相信会是 有少少金融服务 但是他所谓强 都不像香港那麽强 也不及深圳 那么 也有很多是 可能货仓 有些物流 当然有很多服务 就是 衣着 饮食 等等 但是 偏远的地方 我去过也有 几间厂 有些 日纳 那个 制造空调 在松化那里 约黑 会去到佛缸 这些我 那时候做生意 有机会去到 看 其实佛缸那边 差不多去了 很远的 在清源那边 广州 也是 相当重要的一个城市 然后珠海 1688平方公里 百多万人口 珠海我想是一些服务业 或者很多人搞生意 一些 贸易等等 佛山 三千八百四十八平方公里 差不多六百万人 亦都是 佛山出名的 可能是种花 在信德那边 亦都是有 一定的制造业 很多现在 中外合资 亦都是在佛山 路由厂 陶瓷 亦都是佛山 陶瓷等等 然后是惠州 惠州是比较大的 11,158平方公里 大概是387万人 在那里 制造业很强 当然其他就是农业 中山 这个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 香港的 听众朋友 1800平方公里 大概是 接近三百万人 200美 接近三百万人 中山最出名的 就是石棋雨甲 卓幻雨等等 石上在那里 很多厂 登石 中山登石很厉害 登石是 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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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门 光门 李先生是 很熟悉的 光门 9541平方公里 是四百多万人口 光门就是 主要是农业 以及有一定的製造业 我也是走坊 其中一间 灯石的厂 就是 制造那里 但光门 就相对比深圳那些落后一点 最后一个 就是兆庆 兆庆相当大 14,856平方公里 就是有三百多四百万的人口 兆庆旅游业很发达 农业 有少少制造业 相对来说 是偏远了 其实 在小兴来说 在九个城市里面 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偏远 比较难搞融合 但是 在国家制定 这个首一五规划 就是有这样的策略 就是 两个特别行政区 和九个城市 就是要做一个经济合 这个是国务院 压了下来要做的 压了下来要做的 所以 第一部份 我们看见 香港和澳门 和九个城市的经济分析 大家看过 第二部份 未来怎么融合 我都觉得是一头烟 哈哈哈 其实某程度上 已经是 香港人 已经很多在那边设厂了 已经很多经济活动了 所以 他说是融合 就是在下一步 他们还有什么 就是 做什么发展 是的 袁医生的问题 问得很好 这件事我都思考过一段时间 实际上 我相信 最主要来说 以往来说 每个城市 各自为政 当然 中山有些石旗鱼甲 都买到来香港 翠玉环与香港 有人打鲜鱼都经常吃 或者旅游 你去少庆 那里也都是 去玩 或者现在去东莞 东莞园 都去过 或者深圳 都去玩 这个世界之窗 但是这个 我想他们觉得 不够深入 他们因为将来 2020年 朱三角有一个 报告 是怎样有一个策略发展 实际上来说 是在中国的 中央政府 定了策略 为什么呢 我好像上次都 好像比较小题 因为我们最主要讲 过去那六十年 而是未来 所有领导人都跟着 邓小平 这个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设计 在改革开放 他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八十年 到二千年 中国的 国民生产中 就要翻两翻 十年翻一翻 再九零年 九一年到二千年 又翻一翻 这个提早已经是 达标 250元 到五百 即是人均生产 250美元 到五百 五百到一千美金 这个提早完成了 他跟着是一个宏位的目标 他预计死了之后 所有的领导人都跟着他 这个是邓小平的理论 就是 中国再用五十年 集中发展经济 什么都不要 叉开 不要搞政治斗争 不要搞打仗 因为以往来说 共产主义最喜欢搞 意识形态搞斗争 斗资本主义 资本家等等 他说不要搞了 我们集中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用五十年的时间 将 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 由二十世纪的末 大约一千美金 提升到大约四五千美金 使得中国成为一个 拥有 可能十四五亿的人均 人均生产总值 会是四五千美金 这个他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为什么呢 譬如我们看回现在 世界领先是几个经济体系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欧盟 一个是日本 美国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三万五 美金 日本超过四万 欧盟 很多都是大约三万多元 有些发达一些 德国和 法国和英国比较超前 有些落后少少 西班牙那些 就小一点 这个不详细 这三个 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系 人均生产总值 就是代表每一个市民 可以生产到多少 亦都代表那个国家的 生活水平 中国 搞到2050年都是四五千元美金 大佬人家都会进步 但是邓小明说 中国太落后 你去到那里 差不多每10年都要经济 中国的生产总值 翻一翻 翻一翻 就是每年代表有8%的GDP growth 这个已经是尽力了 他说去到那时候 中国人 有些非事 起码可以纳粥在 世界上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你不用被人欺骗 以及每个人 都 觉得 成为中华二女 有一些自豪感 是吧 因为中国在 20世纪 立国那时候 事实上是相当自卑 因为他觉得被人欺 自己又这么凶 上次也说过 这个原因 令到毛泽东 拆动了这个大躍蠢 所以来说 这个长热策略来说 是主宰着每一代的领导人 去 希望达成这个目标 希望达成这个目标 那么 看回来 中国那么大 那怎么办 你说增长增长 最主要来说 他们 经过80年代 90年代 20年的探讨 我上次也说过 80年代是 刚刚从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 是用了10年做微观经济的改革 接着90年代 朱铃基 江泽民 又用了10年的时间 用宏观经济的手段来去改革 接着去到21世纪 所以 胡锦涛 温家宝 承接着20年的改革 在2009年 用了10年 亦都是将国家带动去发展 这些 由他接掌政权 十六大之后 2002年 2003年 真正搞到现在 搞七年七八年 经济急速增长 急速增长 很厉害 由2001年 如果我没记错 是世纪交替 10万亿 人民币 国内生产 现在去到30万 差不多 跳了两倍 很厉害 去到详细分析 中国那么大 集中有两个火车头 第一个就是朱三角 第二个就是长三角 以香港的金融中心来带动 其他 刚才说的 九个城市加上澳门 另外长三角可能有机会 上海市 拉着江苏省 走进去 毛石 苏州 等等 浙江 和安徽 这两个 暂时来看 中国的发展 要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 这两个就是 长三角和朱三角的经济体系 所以这个中国的领导人 是有策略地 给到朱三角 各个 特别人进居的领导人 就是曾荫权 特首 和其他 那些城市的市长 都相当大的压力 朝着 他们的规划的目标 受一五规划 和一个朱三角未来发展规划 去到去发展 所以刚才 如今新问 究竟以前来说 很多 经济的融合 现在怎样搞呢 那我相信 最主要来说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 再将 拘留生产总值 在未来的二十年 在每年 平均要增长 百分之八 希望要双位 低东胀之下 最后 他尽快 将 国民生产总值 在五十年里 按照目标 但是 邓小平定的目标 是慢慢的提升 所以来说 这九个城市 加上那两个特别人展区 那些 领导人 搞尽脑汁 那怎样去提升呢 实际上这件事 我想现在详细 讲一下 实际上 在市场经济里面 是 有一个机制 就是要将 你所有的资源 合理地 去分布 就是配置 那 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 或者现在你看看那九个城市 和两个特别人政区 他每个都有 他的强项 每个可能 他的资源 都怎样运用 都有他的特色 有些可能是农业 同时讲过 中山是生产 食乳鱼甲 除了幻语 有些可能 製造业 东莞有的 电子产品 很多 USB 那些 或者其他 广州 香港 金融 物流 等等 究竟怎样 我自己想到 就会是 他们希望 这九个城市 加上两个特别人政区的领导 好好地看自己的强项 然后 在这 十一个经济 的城市里面 将他们的资源 好好地 配置 这样 这样 这个就是 初步定纳 在经济融合 我想问一个问题 长江流域 和珠江流域 这两个 地方是很不同的 因为珠江流域 是早发展 他们发展 不是一个 有规划的发展 一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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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来发展 但长江流域 三个 就是 直接有个计划出来 跟着图 是做出来的 两种发展都有成功有失败 但是 如果你现在 重新讲 珠三个融合 是 分开 好像 螞蟻搬家 分开来 然后 以收购的方式 去发展 还是 凡是 我 品杂很厉害的专家 已经计算了 然后 整个图出来 你跟着图来做 这两种做法是哪一种做法 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 相当好的问题 你觉得对 珠三个因为早发展 国事为政 现在是乱租租之后 就是来到 如何搞融合 首先 我刚才说的那件事 不是我个人意见 首先我再重新 因为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 我上一次 早两次 是 这个问题 原来需要慢慢地 好地详细地解释一下 我们先休息 原来几分钟 接着我再来 再深入一点 去了解 将来的趋势会怎样 当然 我们可以有时间 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一个鞋 在草地 行走下 这样 就可以做到 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那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 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 这里这里 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家 就每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 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 买到的了 联续电话 是28824848 好了 那我们就回来继续今晚的讲题 是关于这个珠三角 经济的融合 那我们的嘉宾是叶毗明先生 那我们的主持人 除了 金永元 和李永康 那刚才李永康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我相信 现在试一下 到底那个问题 应该怎么看 那个长三角 和珠三角 有些不同的发展 一个已经由头到尾 有计划的发展 但是 珠三角的九个城市 似乎过去是独立的 那怎么融合呢 这件事情 我就回答 李先生的问题 这件事情 就是 是大家都不想的 就是一个历史背景 所谓大家不想的意思是 它搞到今天那个情况 是它自然的 因为为什么 香港 是在英国管治之下 一个殖民地 它是自己发展 那时候 就是用英文说 Isolated from mainland 就是说它自己 被孤立了来发展 因为我们看到 共产主义在 新中国 1949年 根本是两个世界 冷战 英美那方面 和苏联 和当时的中国 大家是对立的 根本没有什么沟通 那直至香港 在英国的殖民地管治之下 成功地发展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特别是七八十年代 那 跟着大陆 改革开放 所以大家是 各自走自己的道路 所以来说 这个历史背景 形成 是自己 各自走 去到现在 那就要走在一起 来搞建制融合 因为这个是大势所吹 香港市共摸 摸条路已经失败了 董建华那时候 另外 长三国 就不是 长三国 最主要是 在 改革开放之后 它是用上海 地理位置 去搞 金盟中心 特别是九十年代 浦东的发展 很多外资 银行 它是有规划 来到 用 发展 上海 成为 金盟中心 之后 带动了 江苏省 很多城市 那时候 这些城市 亦都可以 在中央 控制之下 为什么 它怎样放 外资 就是中央 可以有 计划 放 外资 有多少 都可以 进去建立厂 等等 所以相对来说 好像李先生说得对 长三国 是有规划的 G三国 就是 因为历史的原因 它是各自发展了 现在要搞这个融合 所以 就先回答你这个问题 这是很清晰的 但是 这是非战之序 因为历史是这样 你就是这样 像现在台湾 刚刚是水灾 那个领导人 根据现在的情况 再是怎样搞 建立起 那个省份 对不对 那么 实际上这个九个城市 和两个特别人 将来要怎样融合呢 现在有些苗头 就是有些大型的基建 那 稍后再说 但我现在想说 基本上根本 现在的领导人 是现在还在谈 怎样搞融合 意思是摸着石头 没有什么特别 当然 那个目标是有的 但现在要谈 已经可以 一张白纸 现在正在写 怎样融合 但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已经是 2000 2000 其实我1999年开始 慢慢上去 2002年 我开始构思这本书 已经看到 就是 《珠三角的融合》 或者是中国发展 刚刚现在写完这两本书 刚刚是适用于 这个 《珠三角的经济融合》 那本书就叫做 是 就是《国家经济发展与合作》 因为这本书 如果读者有兴趣 可以在 香港更好电台 关于我那个 港国港台那里 会在电脑那里 有个网上可以买 或者去商务 去天地那些都有 实际上 中间有一章 我讲到是经济融合 不同的经济体系是怎样融合 就会有 一个 在第五章 167页 讲到多个城市的经济联合 一个数学模型 实际上是怎样融合 这要解答一下李先生 是实际上 《珠三角》和《珠三角》一样 因为在 经济 定义上 一个城市 简单 或者国家是一样的 它那个 生产总值 就有一条 公式 就等于消费 我们用 C consumption 来代表 加上投资 加上政府购买 加上出口 就是 C加I加G加XM 这四个 我们将它用英文来说 Break down 分开四个 范畴 每个城市 其实它都是 消费 投资 政府购买 好像顺德 有些花 每年都运回来香港 因为它种得多 强项很多 新年那些鸡 运回来香港 譬如香港 那些人有钱 现在 这十几十年都上去玩 上去兆庆 上去佛山 去中山 旅行 我都一年去几次 去珠海 度假 你的消费 很多市民上去消费 这个资源合理 这样配置 因为你香港 住得 几十年都去过 去远点 去广州 很多去 白天鹅 宾馆 住一下 吃一下 自助餐 我都尝试过 这个资源 你自己 每一个人 自由地 配置 再说一个例子 现在我想 很多 电脑的零件 USP 记忆体 我想很多东莞做 对不对 很多东莞做 另外加上很多 我想电子 产品 他们是出口 这就是一个 资源自然配套 市场经济之下 加上市场学 即是marketing 方面 他们就要摸索 再举一个例子 深圳 可能是 他的股票 可能是很多人 赚了钱之后 走来香港 买楼 因为他觉得 香港的楼市 他觉得 是想拥有一层 或者是 炒楼好 将来的 升值潜力好 事实上是 将他的投资 I Investment 落了来香港 因为他觉得 深圳我已经有一层了 香港的楼价 正 在近期 升了几十个百分 每个人 我都想买多一层 对不对 变了这个 消费 投资 稍后再说 政府的购买就是 那些大型基建 大家互相配合 就是说着一个大叫 稍后再说 还有出入口这个叉 就是刚才说的 信德那些花 运来香港 其实 不止运来香港 他运了广州 运来东莞 那这部他自己的花 那个老板 就一直要找生意 或者接收订单 是吧 他其实不说 不止这个 可能运了去 这个 武汉 这事实上是 我们所谓看见 中国 要那么多 是高速公路 要那么多火车 还有很多 这样的火车 整天穿梭 就是 做这些 生产出来的 产品的 这些资源的 自然分配 所以来说 我有一个模型 是实际上 我这本书 已经给了 曾荫权权的了 在写了之后 4月那时候 给了它 实际上 就是用一个 数学模型来处理 否则 处理完之后 还要在数学上 用微积分 将它是 最大化 如果你读 Science 大家都知道 就是微积分 之后最大化 英文叫 Maximization of the function 但我不详细 走入这些 那么复杂的 数学模型 大家听众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在网上购买 或者去书店找我这本作品 这不是卖花债花香 我写这两本书 实际上是比较 暂身的 因为我参考了 所有二十世纪 所有的经济书 在欧美那边 包括很多 诺贝尔德掌者 它是集中 在看自己的经济体系 举个例子 最出名的 二十世纪 有两个派系 第一个海恩斯 是成功克服了 二三十年代 那个 美国的经济大恐慌 它有一本叫 就业利息与货币 一般理论 简称一般理论 是 用英文说 Total and Closed Economic System 里面来应用 它没有说到 是跟其他的经济体系 联合 另外一个派系 就是 大家都经常听说 有个佛利文 Milton Friedman 是货币主义 他说到 最适量的货币是怎样 因为货币太多 引发通胀 所以一个国家 猛印银子不是好事 因为自然会通胀 里面有很多数学分析 我都不详细说 这些书我全部参考过 最主要来说 在二十世纪的经济学上 是四个范畴 第一个就是 海恩斯主义 第二个用基建来 带动一个经济低潮 第二个就是 佛利文的 货币主义 第三个就是 经济增长理论 六十年代 直到世纪末 美国 你查看书 看书 很好流行 第四个 其他微观 或者其他一些 次要的经济理论 最主要是 为什么呢 它未踏入 因为冷战是九十年代 才结束的 苏联一崩了它 世界就走向 经济的替化 就是世界英文的 国家 以前来说 是 共产主义对 资本主义 或者自由市场经济 对这个计划经济 壁里分明 但是自从九十年代 苏联解体之后 全世界都走走向经济的看法 就是每一个经济体系 怎样和另外的经济体系 去大家做贸易 或者去做一些经济的联合 所以我参考过 用了七年的时间 就实际了很多资料 就写了 里面着重有几章 就讲到一个 不同的经济体系 不论是城市 或者省份 或者国家 去怎样去做一个经济融合 我这里详细不讲 之后写了这本书 另外一本书 我再深化 叫做世界经济体化原理 这本书 刚刚七月才出版 我亦都给了一份饮券 就 遇到袁医生那天 七月十四 我很记得 里面更加 现在每一个经济体系 再去照顾它 我说有九个经济数据 就是 经济体系的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 货币供应 普遍价格 通胀失业率 利率 汇率 和我自己创造的贫富余殊指数 因为在融合的时候 这些东西一乱就麻烦了 大家熟悉经济学都知道 经济好又忧虑通胀高 经济不好又失业率高 又是罪恶重生 怎样去资源分配事实很复杂 大家有兴趣的 不妨看看我写这两本书 不是卖花赞花香 这两本书我迟少许都想写英文 去欧美那里希望帮助 为何呢 我自己是一个很务实的人 我都要赚钱吃饭 事实上每个人都要赚钱 第一 我已经说经济崩溃 天天都有人死 天天都有人自杀 天天都有人扑不到钱 是吊颈 全世界现在都有一个问题 没有一个经济体系 已经是不忧的 日本90年代经济崩溃之后 哇在泡沫经济爆破了 失业率很高 很多人都吃饭 在街上睡街 美国现在的经济失业率 失业率到经济崩溃之后 九点多 所以未来 这个21世纪 如果经济体化 发展得不好 不要我说 就是吓大家 亦都可能会有战争 拳构性的 这个我不敢说 我只能够说 参考历史 特别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资本主义的体系 欠殖民地和欠资资源 引发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很多的经济体是找不到吃 特别是日本没有什么资源 这个德国当时 是含在希特拉所得到的政权之后 发觉那个国家要满足那些国民的就议情况 也很艰难 很多问题 当然当时那个科技都不是那么成熟 变成了他们一想歪路 把国家和世界全部带入这个 再难成这个 我估计不说了 我们现在看见 很多国家 大家磨全策掌 有这个贸易 就是磨擦 都是第一步 就是做这个贸易战 对不对 中美都尝试好 如果不是有核武 随时开战 这我不想是 就是夸大它 大家看回历史 现在很多都是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大家都是 老实说人为何会打架呢 为钱 为钱就是为生存 对不对 那这可能是差不多了 发生了太多时间 我们在 第二部份的 未来的经济融合 可以说 那个结论就是说 那九十一个城市的领导人 现在都是一路一路摸着石头 一路一路商讨着 但是呢 他们未来会有些 是落实大人基建的 第三部份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就是 特别在香港为首的 有一条 港珠澳大桥 听说年底会动工了 大概2015 就是几年之后会落成 就去到珠海 和澳门 那这儿呢 大大缩短的物流 在那些人 是利用香港的出口 因为可能中山的货 不需要兜过 虎门大桥 那里兜过来 然后就是 利用港珠澳大桥 就是运货 促进经济发展 另外那些人去澳门 是 赌钱玩一下 很方便 开车过去 就行了 为了搭 当时的加冬工具 我想都是一百元左右 那现在搭 单程船 过去澳门 都二百多元 很重 很重 大人基建第一这条 第二这条 就是上次说的 四十八分钟 在九龙西边 直飞去广州 这儿也促进了香港 和深圳 东莞 和广州之间 那个交通时间 第三条 就是今天都有再谈的了 广州省长黄王怀和曾荫权 探队 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前海 什么叫前海呢 原来就是说的深圳 福永机场 对出那块海 其实是宁丁阳 那里的 珠江口 他们其实深圳一直在田出 好像香港那样田田中宛 那种叫前海 那他说这儿呢 又会发展成大型的贸易中心、服务业等等 现在先听着 因为这还未开始,现在慢慢在填 所以他们很多计划在想 即是在计划着摸着石头的歌 大家可以回去新闻听听 今天我自己听,哇什么是前海 原来是深圳福永坚场对出那块海 就叫前海 是前进的田 不是那麽前的田 是前面的田 不是,他最主要是做一个这些 好像香港那样 有税项、免税 自由贸易那样 就像香港那样 讲得不好听,想取代香港 嗯 但是是不是做到呢 有问题 我又说一下我的意见 就是我觉得融不融合的东西呢 就一向都融合了 是的 就是 哪里要求人才 香港人一定会去的 嗯 还有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制度不同 社会制度 其实说真的 对香港很不公道的 是吗 你大陆公司来香港 拿个税项登记 一日内就搞定了 嗯 你事实上上去上面开 看看有什么后果 上次也说过 嗯 是吧 就是 就是这些东西不透明 是 就是不公道的 就是大家不公道的 你做生意 是 是 明不明 嗯 你香港就有根有根 就是很简单 就是税率又低又清晰 是吧 税率又简单 是吧 是 就是 你说融合 我觉得 那将来是否让它简化一点 好像香港那样呢 那你融合呢 就是除了建那些基建 大家方便一点 我想挺难 这个牵涉到很多政制问题 我想挺难 因为很多人是靠这些东西来夹水 哦 对不对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就是 其实就没有实质的效果 不过整个过程里面 就中间很多人可以赚到钱了 所以他们就会 多些法律就行了 哦 就是 你有背景就当然没有东西 是 对不对 就是 就是我问 你是经常融合 很难的 其实我以为 过去 那些香港人都经常都去 去玩也好 去做生意也好 去厕所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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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唯一看到 所谓融合 就是用那些大型的基建 让你在交通方面 可以快速一点去 其中有一个 就是港深港的高速跌路 我们上一次都有港及 那个问题 根本就是一个误导我们的 根本不是45分钟 因为他去就不是去到深圳 那个那个里面 他去到广州那个外面 那个叫做什么 潘如 潘如那里 所以根本就告诉我们 他听到45分钟其实是骗我们的 所以 所以 又调转回来说 嗯 其实正正香港 香港 那么成功 又没有资源又成功 那么成功呢 又要这么说 是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法制 清晰 税制 简单 个个都可以来创业 同意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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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中国暂时来说 就是 我们听到很多恐怖故事 上边工作的恐怖故事 听得多了 好了 但是 我除了现在听到 大型基建 就是公开的资料 那么将这几个狗隔大城市 和香港 澳门 来到 就是 结合了它 起码是 在那个 physically 在那个 是 路程上可以 可以 将它结合起来 那么 刚才阿甘所说的话 其实背后 大家的税制 大家的法律 是那么不同 是根本 是很难做的 很难融合 是的 那背后到底 动机在哪里 是不是 就是这样说 说真的 我说需要融合 可以的 谁有钱 谁有钱 你香港有钱 多少国内公司来找食 是啊 是啊 不用的 不用的 就是 你那个地方 有人财 法制健全 透明度高 就可以了 你可以说 这是香港的强项 嗯 你国内做不到 是 现在怎么做 你做不到 其实 其实不用担心的 就是 你香港一定 要保持住这些 优势 OK 那首先 Samson说 大家摸着石头 来到 走一步 是吗 那怎么再明朗一点 因为 因为 我作为一个嘉宾 我再说 特别 就是 任何我说的东西 很少参与我个人的意见 全部都是 是 已经是多开支 是 是 那当然 有不同的意见 很自然 我也是很同意 有很多东西 国内的手法 和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同 嗯 但是我们 最主要来说 这些东西将来 是一直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是探讨的 是 是 那 所以 大型基建那里最主要有三个 是吧 港洲大橋 香港和 廣州的铁路 是 和深圳机场和香港的铁路 是 这个 这个 这三个 又要说 经常说深圳机场 哎 现在不是弄了个中转站在Element 的 我都不明白 经常说便宜便宜便宜 为什么我去一旺 那么贵 我说 第二天机票上上海 来回 多少钱了 2,200元人民币 哇 那么贵啊 还要花两个小时 上去深圳机场 怎么搞错啊 嗯 就是你最近的经验就是这样 是啊 嗯 那就是去到那边 又不是便宜了很多 就是去到深圳上去 香港在Element 那里买 有个中转站 有巴士 车你上去 深圳机场 我听闻 在那边上去 那个机票便宜了香港很多 最主要是人民币 2,200元人民币位上 2,500元 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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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讲一下这些议题 你这个台上喜欢听听歌 我个人做事很有趣 因为我的经验是人生 如果你要看清一件事 你一定要先把自己抽离 当然私底下我可以跟阿金说 我又想这样 但我作为一个嘉宾 我做事要公道一点 我说话不要参与太多 因为我不是领导人 我只是一个市民 有机会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会请叶启明先生 我们再深入探渡 我们过去几次 都是起码了解整个大纲 有时候整个大纲 官方的方向未清晰 你再下去分析 很多观众包括我 可能都不会乱 所以好了 但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 我们暂时告一段落 希望我们将来 就会再探讨 让我们个人的经验 都加上去 让大家深入了解 多一些 现在我们香港和中国 在经济方面 有什么走势 和有什么将来可以发展 好 时间关系 先和大家说一声 拜拜 下个星期再会 小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